接下来这个故事呢 我们第一次播出的时候 因为发生地震 当时很多人没有办法专心好好看 而我们又很推荐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再一次 再播一次分享这个 抓住机会奋力一搏的人生特殊的经验 这是一个曾经在街头流浪的街友 那么过去他曾经是大老板 但后来生意失败 太太小孩都离开他 然后他就真的是睡在公园 没有饭吃好多年 直到有一次在一个街友活动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教授愿意帮助他 帮他筹募资金帮助他创业 而他也就认真的抓住这个机会 从新开始再次找到人生的转捩点 他本来是 要给什么街友 还是说游民 还要听 他买了就是想想 有看到人在送行走 有的不的不 他想说嗯 不然我们这就路行走 有的哦 人生还有没有分力一搏的机会 王子云重申的希望 从一杯黑咖啡开始 所以我们说是 接友 接友 都会看自己 我也很想要评论一下 就跟老师傅说 一一书博士三条花青 我也想要来做一个咖啡达人 雨天的早晨 黄子云正准备出门做生意 沉甸甸的行李箱 装满煮咖啡的器具 他从特别锁起来的小柜子里 拿出一包包咖啡豆 那个刘波士也有说了 要保证啦 老师傅没铜 鸡都有了 要把鸡皮疙瘩 所有的行头都准备妥当 踏出门时雨震大者 他得花点力气 保护好这两箱宝贝 老师傅没有鸡皮疙瘩 黄子云现在住的地方 是一个帮助街友重申的协会 住进这里之前 他在街头游浪了七八年 你说一个人 人走到这个地步 都是自己 自己坐起来的 也算活该啦 本来好好一个家庭 也不是说我乱花钱 或是什么的 没办法 本来我房子车子什么都有 黄子云以前是装潢公司老板 生意做得不错 又过一段好日子 没想过辛勤工作 却遇上诈骗分子 他被倒账 公司倒了 房子没了 从意气风发 到失魂落魄 我太太带孩子走的时候 我觉得说人生这样管他的 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这样子 房子也被拍卖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他是开始流浪的 饿着肚子从台北流浪到桃园 不是呆网咖就是公园 在那里的厕所洗冷水澡 他愿探过 人生怎会走到这种境地 几天有两三天就没有了 只喝水了 有两天想不到 像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自己一个人 真正有两天要走 真正有两天要走 真没路 年纪大了找工作不容易 他试过摆摊卖东西 但生意起起伏伏 好几次都差点走不下去 大人也走啦 大人也走啦 我曾经在家族 台湿也走到台湿也走到台湿 屋骨头也走到台湿也走到台湿 人在左眉营的时候 谁看谁就害怕啦 我的人 我有一个构筋 我也不想去救人 我如果跌到台湿 很严重 现在也还是很拼 做生意之前 三轮车先绕到别的地方 煮咖啡的水 他坚持要用过滤做的 所以我都自己走 像这天 去台湿我也都自己走去 保险 用罐子 用罐子 水很重 但他不在意 赶紧提上车 他还得赶着去卖咖啡 正说以前做人家 后来去食料 做粗活 先骨子去跌入心情 我又去整腰 气力又失落 以前穿这些东西 我不会用那些塞的 我都直接用罐子 现在没法理 医院美食街的角落 黄紫芸的咖啡摊 开张做生意 现在能在这里 当老板煮咖啡 他格外珍惜 老板煮咖啡 这些东西 我都吃到 回来后 老板煮咖啡 不过 老板煮咖啡 报纸行李还不错 老板煮咖啡 老板煮咖啡 的世界 刘一龙是大学社工系 副教授经常抽空 来探视黄子云 两人现在就像朋友 刘一龙之前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一场高中生 街游体验活动 却对黄子云留下深刻印象 黄大哥居然问这些学生说 你们可不可我请你们喝饮料 那我原来以为他只是随便所说 结果下一个动作 他就真的掏自己的钱出来 请这些学生喝饮料 在别人眼中 黄子云也是需要帮助的人 刘一龙开始对眼前 这个非典型的街友感到好奇 因为我自己喜欢喝咖啡 然后也有认识 一些咖啡店的业界的朋友 那所以就选一个比较安全的 就是起码说万一有状况 我们可以找得到朋友来帮忙 决定用咖啡创业 但钱从哪来 刘一龙写下黄子云的故事 试着上募资平台筹资金 再带着他一起去上课学技术 一开始就是跟咖啡老师 讨论那些参数 然后跟大哥讲 然后大哥就是试作 他就每天泡这样子 黄子云边学边摆摊卖咖啡 刘一龙常带着他出席活动 争取曝光机会 那像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之前这个单位有演讲过 然后他们执行长觉得 大哥故事很动人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空间 让大哥去摆摊 老师的生活也很忙碌 其实可以不必做那么多 但两人相处的点滴 让他体悟 人和人之间讲的是份情 没有应不应该的问题 后来就是我父亲生病 然后我跟大哥说 我没有办法 今天我爸病倒了 我没有办法来陪你 结果黄子云那天咖啡不卖了 直接从桃园辗转搭了火车公车 到医院探视刘爸爸 那那个感动就会变成是 他真的把你当朋友 所以就是朋友的家人生病 所以他特别来看 不然啦 我们心想我们要去看一看 我们关心什么 对吧 革命情感也就这么来了 咖啡生意一度非常好 但很快的他们就发现 许多人只是冲着爱心来的 原本一天卖出上百杯咖啡 渐渐掉到各位数 就有一次我觉得方法错了 所以我就把它倒掉 然后请它再重新泡 我都是让它自己做 因为我们总会想说 终于一天我们会离开 或是没有在它身边 所以它从头到尾 我就都没有帮过它 然后就是看它怎么泡 难免遇到来踢馆的 黄子云不气馁 默默记下问题 再想办法改善 水温倒水的手势高低 都会影响咖啡气味口感 偶尔遇上懂咖啡的人 就抓紧机会偷偷学功夫 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咖啡博士来 他不讲 就我泡给他喝 结果来我泡好的时候 剩差不多十几秒 他说你给他稍微轻轻搅拌一下 这拍薄啦 从一开始的毫无头绪 到现在黄子云 已经是满口的咖啡精 他会一直跟你讲说 他自己不想放弃 那我就会 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他自己不想放弃 那我们怎么可以放弃 不是因为同情来买咖啡的人变多了 有时只是一句话或一个留言 就能让人温暖很久 谢谢 感恩 感恩 好 然后我会把这个影片 再放到网路上 因为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做一点点 但是会让人家有这么多的改变 这个是我比较开心可以看得到的 没当中的也是 人生就不一样 真正的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全冲 全力冲 善的循环 常就这么开始的 协会里的其他朋友 现在愿意坐下来 一起做手工艾草香 那是另一个重生的开始 今天他的问题并不是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他在自我放弃 而是今天如果他有一点点 合适他的位置的时候 他愿意做 他愿意待 愿意在这边学习 改变自己 每个努力站起来的小进步 也少不了像刘老师一样的热血社工 这个世界并不完美 但有很多人有爱 你如果有那个善心 在那里 轻走轻做 绝对一定会回到机会 因为我到六十五岁 六十四岁 六十五岁才回到 黄子云也还在努力 未来能搬出这里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希望他们说 有机会 身体好好的 赚多赚少都没关系 只要你肯做 你没关系 要学的来 来找我 不用钱 对 那为什么想帮他 人家帮我就帮人家一点 也是这样 没有人是超人 可以马上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 但选择自己能做的事 就有转变的希望